我们需要把绳子折出两个绳尔来 左手的绳尔放在另外一个绳尔的下方 然后左手的绳尔绕右手的绳尔绕一圈 翻上去然后直接从右手的绳尔的绳环当中穿出来 然后拉紧结木 打完以后就这样 我现在测的是这根绳尔绳9毫米的重力绳的直绳的绳子拉紧角度 绳尔绳的绳尔绳是很强烈的 这次的绳尔绳就是阿尔绘5毫米的绳尔绕方式 它的叠压方式它是都是不一样的 正因为它有这些的不同 那么在做进拉力测试的时候 它的这些数值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影响到底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要做绳结的进拉力测试 我们主要是来测试这个绳结两边绳头端的拉力强度 好 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绳结的右端的进拉力强度测试 开始 三次平均值是1.775吨 右端的强度是76.63% 我们下一次再做这个绳结的左侧端的进拉力测试 左边的平均强度是1.688吨 强度是73.71% 看来这些也可以啊 它根本就滑不脱 当发生冲坠的时候 那么它那个绳签的地方 就可以能够去充分地去吸收它 待会儿要做的测试是 两根绳子中间的这个绳签的这个绳签的进拉力强度 OK 那三次的平均值是2.246吨 采用这种方式的强度是98.08% 这个结是可以用在那个 就是那个探动的时候 用在中间点上的 这个地方连接在中间点嘛 你说用这头作为下降 它是可以的 你看 但是用这头 它就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看 它是松的 好了 它是没有 是 它是 这里的 测试